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起床 上学要迟到咯 快点咯 小薇在心里想着讨厌 又要上学我不想去 我讨厌老师 讨厌同学 他们都对我不好 可是妈妈又要再叫我起床 对了 装病好了 骗妈妈说我生病 生病就不用去上学 对 就这么决定 于是小薇就躺在床上开始大哭 妈妈听见了哭声跑来问 说小薇薇啊 乖 怎么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 小薇哭着说 妈 我的头好痛啊 我怕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学校了 妈妈半信半疑地看着小薇 说 小薇 那你先乖乖地睡一觉 下午妈妈再带你去看医生 好不好 小薇就躺在床上 心里很得意地想着 哎呀 自己今天不用去上学校了 哦 她今天终于不用再看见老师 不用考试 不要写作业 她觉得 哈 要是天天这样 那该有多好呢 过了一会儿 小薇好像听到了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小薇 小薇 小薇按着声音的来源 去寻找究竟是谁在叫她呀 小薇 小薇 我在这儿了 然后她看见一个好小好小的小仙子 站在她的枕头旁边 小薇问她说 哎 你是谁啊 为什么知道我叫小薇 小仙子笑着说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我是许愿仙子 刚刚我听见了 你在心里许了一个愿 所以我就出现了呀 小薇在问 是许愿仙子 那么说 只要我有什么愿望 你都能够帮我实现吗 许愿仙子笑了笑说 哦 那可不一定 要看是什么愿望 你说说看 你的愿望是什么 小薇觉得又高兴又惊奇啊 她说 我不想上学 不想考试 不想写作业 可是妈妈不可能让我不去上学 不去考试 不去写作业 你帮我 让妈妈答应我 不让我去上学 好不好啊 许愿仙子想了想 说 我不能帮你改变你的妈妈 这样好了 我送你一样东西 它可以达成你的愿望 说到这里 许愿仙子就从口袋里头 拿出了一团亮晶晶的线 许愿仙子继续地说 哦 这是生命金线 你只要拉拉它 时间就很快地会过去了 但是你可要注意哦 这些生命金线 总有一天会拉完的 拉完了 就没有第二个生命金线咯 小微压抑地 从许愿仙子的手里 拿了这个生命金线 然后许愿仙子 消失了 不见了 哦 小微高兴地想着太棒了 这下 我有了这个发毛 就不用怕老师 还有什么考试咯 小微兴奋又好奇地想着 要来试试这个生命金线 于是小微轻轻地拉拉 那个线头 咦 你转眼 啊 怎么已经到了夜晚了 爸爸妈妈已经睡觉了 哦 小微又惊讶又兴奋 她觉得呀 这个生命金线实在是太奇妙了 第二天 小微到了学校正巧有一个考试 可是小微完全没有念书 于是小微偷偷地把手伸到了书包里面 轻轻地拉一拉 生命金线 果然 才过一会儿老师就说小朋友收拾书包准备回家 原来啊 已经又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了 小微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啊 小微一回到家 妈妈看见小微回来了就说 小微啊 赶快回房间做功课 不准看电视哦 等到晚上吃完了晚饭才可以看好吧 小微听了堵着嘴巴一脸不高兴 她一点也不想做功课 她只想去看电视 但是妈妈规定要到了晚上 吃完了晚饭以后才可以看电视 小微迫不及待地希望晚上快点来 但是时间却像是蝸牛一样地在爬呀爬呀 好慢啊 慢得不得了 终于小微决定 她不要这么痛苦地在等待着晚上 于是小微她又忍不住伸手到书包里 拉一拉生命的金线 一会儿小微果然听见了妈妈叫着说 小微 吃饭咯 小微吃完了饭高兴地看着电视 一会儿妈妈说 小微乖 去帮妈妈 把房间的衣服折一折 好吗 快点 小微听得很不高兴说 妈 我在看电视啊 可是妈妈回答说 小微 快一点 折完衣服洗完澡再看吧 小微听了生气地想着 我最讨厌妈妈叫我做家事了 况且我电视才刚刚看没多久 真是烦死了 干脆再拉拉金线吧 让讨厌的今天快点过去 于是啊 小微又拉拉一拉 生命金线 哦 一下子就变成深夜了 一大清早起床 收拾书包的时候 小微想到了 第一节课是讨厌的数学课 心里就觉得很烦 小微最讨厌是上数学课 尤其是讨厌看见数学老师 而且他的数学最烂了 每一次大家算好了两题 他都一题还没做完 于是小微就想着 干脆不要上数学课了 这样就不必再看见 那个讨厌的数学老师了 小微一到了学校 升完了旗 他马上拉拉一拉 书包里面的生命金线 哎 一下子 数学课下课的铃声 响了小微得意地笑了 哈哈哈哈 小微有体育课 要上小微最喜欢躲避球 哈哈 小微啊 从早晨就开始期待着 上体育课 小微等啊等啊 越等越觉得早上的课 太没意思了 小微又想到了 去拉一拉生命金线 于是 他又伸手到书包里 拉拉一拉生命金线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没有一会儿功夫 老师就带着全班的同学到操场上 打躲避球 小微高兴地跑着 跳着 打着 他觉得有了生命金线 他的日子过得开心的不得了 他不喜欢上的课 他可以跳过去不上 他喜欢上的课呢 他可以让他快一点来 哦 这个时候小微真是觉得 有了这个生命金线 太方便了 下课钟声响了 体育课也结束了 老师报告 等一下大扫除 每一个人都要参加 小微听到这个消息 忍不住心里又在抱怨着 那回家 妈妈要让我做家事 到了学校 老师让我参加大扫除 真是讨厌 不过没关系 我有生命金线 所以我才不用参加什么大扫除呢 于是 小微回到了教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拉生命金线 就这样 在时常拉生命金线的情况下 小微的日子如飞而式般地过去了 很快的 小微国小就快毕业了 马上就要升国中了 升上了国中的小微 还是像国小一样的讨厌上数学课 每次上数学课 他就忍不住去拉生命金线 而且升上国中以后啊 小微不止逃避数学课 只要是他不想上的课 他就拉生命金线 来逃避那个课程 由于小微 长时间的逃课关系 久而久之 他觉得他和班上的同学 越来越陌生 大家好像对他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小微在班上也交不到什么朋友 有一天 当小微要再伸手去拉生命金线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生命金线已经被拉完了 一时之间小微觉得好慌张啊 因为等一下就要上数学课了 他已经好长久好长久的时间没有上数学课 回家也从来不算数学 他真的不知道 等一下他应该怎么样的来上这一堂课 上课的钟声响了 小微心里真是七上八下 紧张得不得了 数学课开始 老师在讲台上写着许多的定理 公式 然后一个一个的讲解着 班上的同学都很热烈地回答着 老师提出来的问题 但是小微却一个公式也听不懂老师问的问题 他一个都回答不出来 当数学老师要大家做课本上的练习的时候 他实在是一题也答不出来呀 小微觉得好痛苦 他真希望现在赶快下课 结束这一趟可怕的数学 慢慢的 慢慢的 下课的钟声终于响了 漫长的数学课终于结束了 小微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必须要找同学来教他 怎么样学数学才行 但是小微想着 我找谁呢 谁可以教我呢 小微觉得自己好孤独哦 由于他以前一再地逃避 所以在班上 他就像是一个过客一样 他交不到一个好朋友 甚至他和班上的同学也很陌生 好像他是一个今天才来的新同学一样 班上开班会 没有人会想到要找他发言 班上有分组活动要进行 他往往被同学们冷落 找不到组别 再加上长时间的逃课 使他的功课总是倒数第一名 让小微觉得很有挫折感 小微觉得 他的每一天来上学 时间都过得好慢 好像是度日如年啊 每一次上课 他常常因为听不懂老师 在说什么而觉得很痛苦 每一次下课 他看见班上的同学 好高兴地在玩耍 他心里也好希望 也有人愿意 邀请他一起去玩 到学校 对小微来说 是充满了不快乐 寂寞 紧张 害怕 有一天 小微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觉得他好后悔好后悔 他心里在想着 如果以前 他能够好好地上课 而不要随便地逃课的话 也许今天他的功课就不会这么烂了 如果以前 他能够不要排斥上数学课的话 那也许今天他就不会听不懂数学老师 所教的课 如果以前 他能够不要动不动就拉生命金线 也许今天他不会和班上的同学这么陌生 如果以前 他能够不要逃避自己不喜欢的事 并且勇敢地去面对那些事情 也许今天 他也不会觉得这么有挫折感 小微觉得非常非常地后悔 因为他觉得自己损失的太多了 太多太多应该经历的事情 他没有去经历 太多应该要念的书 他没有去好好地念 太多应该认真上课 他没有去学 太多太多的后悔 在小微的心里 小微觉得自己 好不快乐 好不快乐 他多么希望 他能够像班上其他的同学一样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正常地过着日子 他多么希望自己 没有生命金线 他多么希望 他还能够有重新再来过的机会 曾经 他以为他有了生命金线 就是拥有了一切 现在 他才感觉到 他拥有了生命金线 却让他失去了一切 小微想着 如果他还能再有一次选择 他真的愿意选择没有生命金线 让自己踏踏实实地去走过人生的每一步路 没有任何的逃避 也没有任何一次的缺席 正当小微充满了后悔 难过的时候 许愿仙子出现了 许愿仙子问小微 小微 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呢 小微惊讶地看着许愿仙子 难过地再说 仙子啊 以前你送我的那个生命金线 我原以为我得到的是一个宝贝 只要一碰到什么难题 我就拉拉生命金线来解决 可是现在 我回想以前的日子 自从我有了生命金线以后 我的日子好像是一片空白 我让自己的生命 轻易地溜走 所以我浪费了许多的生命 更失去了生命中 很多值得去经历的事情 我现在觉得好后悔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许愿仙子听了以后 笑着说 小微 别难过 这样好了 我再给你一些生命金线好不好 小微听了 急忙地告诉仙子说 不要不要 我再也不要什么生命金线了 因为生命金线总会有用完的一天 所以生命金线不能够解决我根本的问题 现在有再多的生命金线我也不敢要了 许愿仙子听了以后说 小微 你真的长大了 那么我给你一个愿望 你说 你想要什么 小微苦笑着说 我什么也不想要 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自己回到了没有生命金线的时候 让一切从新来过 让我去经历我生命中应该经历的磨炼 让我学习面对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 许愿仙子笑着说 小微 回去吧 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哦 妈妈喊着说 小微 小微 怎么你还赖在床上呢 上学已经迟到了 你还不起来呀 哦 小微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妈妈在叫着 小微揉揉眼睛 有一点不明白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看看四周 看看桌上的闹钟 再看看自己 小微才明白 啊 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啊 妈妈站在小微的面前说 小微 再不洗床 妈妈要生气了 小微告诉妈妈 妈 我做了一个梦 哦 一个好可怕的梦哦 可是妈妈却问小微 说小微啊 你今天脸色不对 你是不是生病了 哦 小微说 不是 妈妈 我没有生病 而且我一定要赶快的到学校去上课 才说完 小微立刻跳下床来就去穿校服 虽然 小微知道迟到了 又要挨老师的骂 但是 她仍然高高兴兴的到学校去 因为 她已经学会了 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不要去逃避 而且要勇敢的去面对那些个困难